最后的赢家 NPC教你如何缓解社交尴尬 第一招 淡定自如 你们刚才照那个照片 怎么样 这照片 你能认出来是谁吗 不是他 看不出来吗 好奇吗 给你们看看 能认出来这是谁吗 能认出来吗 这是那个卖货的吗 是珍妮吗 这你能认出来 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她吗 对吧 好好 她不在你就说她坏话 她来了 聊你照片呢 这么直白吗 我漂亮 还要背后夸我 这不仁尽皆知啊 真是 又漂亮又有才华 姐妹的聚会 姐妹的聚会 第二招 转移话题 说实话吧 说什么呀 只剩咱们俩了 你还要装蒜呢 喂 论偷东西 应该是你更在行吧 孩子学校的文件 为什么会在家里 你说什么呢 我们找厕所啊 对对 不好意思 厕所在哪儿 你们找厕所 还是要找我女儿的房间 也是 对对对 是往那儿 那个房间 我女儿的房间在二楼 就是挂着火梦网的那个房间 为什么无缘故困业人家莲花呢 你搞得人家多尴尬呀 你说我没有教育 你现在是为了莲花 跟我吵架是吗 你还定不定老婆是我呀 我是在跟你讲道理好不好 你可凭什么开口说话了吗 我凭什么在乎别人的感受呢 你现在是不是有点无理 想让我一起玩了 我说没毛病吗 你们找你们呢 没事 你们找到了吗 这会儿有点尴尬的 找到项链了吗 没有 想出来找找吗 要不这样 咱们分头找好不好 好 你们到那边找 我们到那边找 行 好 那走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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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